崔台青路线所提拔的台籍精英 不过后来因为国民党内爆发了主流 还有非主流之争 也因此他跟李登辉是渐行渐远 那么林洋港在1996年还脱离国民党 曾经和郝伯森来搭档参选总统 落败之后的他是渐渐的淡出了政坛 而林洋港因为一口独特的台湾国语 以及阿刚贝亚这个昵称 也成为他的个人特色 林洋港一口特殊的台湾国语 虽然不标准 但听起来格外有种老卑卑的可爱 他是国民党本省级大佬代表人物 1927年出生于南投 拥有台大政治系高学历 在蒋经国崔台青用人政策中获得提拔 走本土亲切路线 还有个外号叫做阿港伯 香港模式我们台湾很难接受 所以我要同他们这个商谈 要建议给我们台湾这边 比香港更高的更大的一个住主权 被视为统派大佬的林洋港 从基层公务员做起 但官运横通当过台北市长内政部长 最高职位是司法院长 后来国民党发生主流和非主流之争 他在1994年辞掉司法院长 1996年和郝伯村搭档参选总统 但最后得票率只有14.9% 输给了李登辉和彭明敏 通过修宪三年以后的总统 说不定国民党会共所让给民进党 林洋港拜选后依然关心政治 却也开始淡出政坛 越来越少露面 大多是因为其他政治人物登门拜年 才会上新闻 没想到这次却是因为敌不过岁月无情 阿岗伯只能成为追议 记者刘宗林 赖威佐 台北报道